徐宏度和孟琪携手现身画展 郎才女貌 风头无两 记者追问二人是否好事将近 孟琪笑容甜蜜 徐宏度含笑不语 我痴笑 我竟然不知道我老公有好事将近 我和徐宏度在一起十年 相恋时我是他的月光 是他的宝珠 十年过去了 我从心头的月光 变成墙上的范年子 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倒顾人心一变 我坐在沙发上看书 书上讲到这句词 我想到我这几年如枯井般的婚姻 将我困住 不得安生 徐宏度跟我相爱的时候 是我如月光 如今不爱了 仍旧与我演这么久 相安无事的戏马 也是煞费苦心 出门在外 我是徐太太 是徐江集团的老板娘 看似体面风光 而徐宏度演完恩爱戏马 就抽身成为风流的徐总 从这个女人床上到那个女人身边 这两年倒是专一 一个梦齐 置了他身边的那些小四小五 独霸小三的地位 门开了 徐宏度回来了 平日他也不常回来 只这几日我身体不适 他又有事需要我点头 才不得不回来罢了 跟你说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说了是为你好 你还犹犹豫豫 徐宏度脱下外套 直接说道 你一定要在现在聊这些事吗 我放下书 抬起苍白的脸 他看到我清淡无妆的脸 皱了皱眉 你自己留不住孩子 又不是我的错 是的 我刚刚流产了 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本以为这个孩子 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抹色彩 到时候 我可以不管徐宏度如何 全心全意爱我的孩子 但是他没有留下来 医生说我身体康健 突然流产 大概率是因为巨子质量不好 胚胎发育不良 物竞天择 孩子自然保不住 可惜我流产的时候 徐宏度没在医院陪我 他正在梦奇的画展上风头无限 没听到医生的话 否则他就不会说出 我留不住孩子这番话了 我懒得多讲 打开平板看今天的新闻 他上前扔开我的平板 真烦死你这个不死不活的样子 跟你说的是有没有在考虑 假离婚对你没有坏处 都是假的 那些文件一签你的钱就能保住 万一公司这个项目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赔钱的话 我们假离婚了也赔不到你头上 我只觉得可笑 那也赚不到我头上 哪有什么假离婚 离婚证一印 只有真离婚 赚得肯定少不了你的份 你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啊 徐宏度急躁的辩解 我现在不想聊这些事 我需要休息 我冷冷地说 别以为我真的不知道 徐宏度打的什么算盘 只是我现在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好好想一想 不时好歹 徐宏度拂袖而去 我没有管他又会去到哪个女人床上 手机却收到一封邮件 是孟琪发来的 我知晓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但还是点开了 是我的狗 小宝 不久前去世了 哎呀突然翻到了小宝的照片 你看 多可爱啊 真可惜 就是死得太快了 是孟琪抱着我的狗 坐在我家的床上 拍了一张照片 她想向我示威 却不知道我早及与徐宏度分房睡 我有单独的卧室 她惯会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使图格应我 偶尔微博晒个双人早餐 朋友圈绣出徐宏度送出的精致项链 和项链下不经意的吻痕 亏我刚见到她时 还真以为她只是徐宏度 海外留学归来的画家 同学 晚上上床的时候 我习惯性地翻看一下手机 很快看到孟琪的朋友圈更新了动态 陪亲爱的小酌一杯 佩图露出了徐宏度的手表 我痴笑一声 放下手机倒头睡去 我并不在意 只觉得麻木 如果我对每一个小三的小动作都生气的话 这些年我早就气死了 第二天 我打起精神 最近换季了 我准备去买一些新衣服 换个心情 真是冤家路窄 我刚进一家 店门口 就听到孟琪对寿货员15贺6 有没有眼色 说了拿过来 给我试穿你在那墨迹 什么 小姐 您稍等 我再给您 拿您刚才说的那两双 寿货员忙里忙外 小声电解 孟琪准备在骂 却抬头看到了我 立刻趾高气昂地站起来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个保不住孩子的女人啊 不在家 哭怎么还出来 逛街了 我握紧手中的包 不意外 徐洪度会跟孟琪说 这件事 真是什么 货色都能捂到我面前了 我冷冷地盯着她 你是什么东西 徐太太逛街 要经你同意吗 孟琪耿住了 她得意有徐洪度的爱 有徐洪度的钱 最在意没有徐太太 这个身份 售货员上来 赢我 孟琪噼里啪啦地在旁边指点 这个那个 还有那个 全都包起来 刷这张卡 这个不够的话 刷这张卡 反正卡吗 阿渡给了我好多张呢 是了 孟琪两年前回国 以老同学的名义 勾搭上徐洪度 开画廊 办画展 运用徐洪度的钱和名声 打开了知名度 成了小有名气的美女画家 徐洪度自然不会少给她钱 孟琪让售货员提着东西走了 经过我身边又顿了顿 老拿徐太太说是 能不能坐稳这个位子 还不一定呢 有些人也不用多得意 我放下手里的鞋子 笑了笑问她 孟琪 我挺好奇的 你又得意什么呢 哼 我有钱 有男人爱 风风光光的美女画家 可比你个连个孩子 都保不住的女人强 孟琪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收了笑容 孟琪 你的钱 你的男人 都是哪里来的呢 你风光的地位 又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 真是够久了 留这些垃圾在我身旁够久了 我同售货员 说好把东西送到我家中 驱车去了律师事务所 我刚停好车 准备跟约好的李律师打电话 就听到有人喊我 江月林 你怎么在这 我回头一看 是陈磊 我的大学同学 当年追求过我 只是后来 我选择了徐洪度 如今陈磊已经成了有名的律师 但我并不知道他在这家律所就职 我来找李律师有点事 处理 你在这里工作吗 对 今年来的 心和火人 陈磊目光炽热地回答 恭喜啊 陈毕尔 我笑着恭喜他 他与我一同进去律所 我得知原来他这几年在公司法和资产这块都做得很不错 成就颇丰 我心里微动 那一会有时间吗 我跟李律师谈个事情 一起吗 他有些惊讶 当然 有时间 边走他还边调笑说我的本事不够用了 我只笑笑没说话 我本科同陈磊一般 学的法律 只是后来为了跟徐宏度一起创业 干的都是财务的事情 公司逐渐壮大 我与徐宏度恩爱不在 我觉得疲惫 徐宏度顺势让我暂退职场休息一段时间 我懒得管徐宏度打的什么算盘 不过我确实需要一段空闲时间来整理思绪 到了李律师办公室 他看到陈磊有些不明所以 我直说 我要委托的事情比较复杂 刚好碰到了 不如一起谈吧 李律师是很有名的家事律师 我当年虽然也过了法考拿了给证 但并没有职业 一些操作还需要专业律师帮忙 我坐下喝了口水 缓缓说道 我需要在离婚前 追回我的夫妻共同财产 李律师点了点头 陈磊文言作正了身子 探究地看向我 徐宏度说是要跟我假离婚 以保全我的财产 我现在有些事情还没有理清 待会我签好授权委托书 有些程序还需要二位帮我走一下 我们都懂得没有假离婚 我也不想要什么假离婚 但我不可能不明不白地签字 让徐宏度咬我一口肉 李律师汉手说明白 陈磊有些心疼地看向我 其实现在还有些早 这些事情要陈P2帮忙 有些大财小用了 我有一条笑打破沉寂的氛围 陈磊却郑重地说 不会 我一定会帮你的 李律师动作很快 他理清了我和徐宏度名下的财产 做了清单 将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列出来给我 将小姐 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清单 抛开你们分别的个人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大概有 你们婚后的工资报酬 婚后的经营和投资收益 还有婚前房产的婚后增值部分 主要就是房产 股票收益 还有薪资 你这边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尽早申请财产保全了 我沉默了会 先等一等 不能太快 能申请钱我跟你说 以后不用那么客气 叫我月灵就好 好的 江月灵 你那么优秀 一切都会好的 李律师安慰我 我道了谢 便挂断电话 等着徐宏度回来 不过我没等到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耐烦道 我在忙 没事就挂了 那边清晰地传来 女人的调笑声 他连边借口都这么敷衍 其实徐宏度一开始倒也没那么敷衍 我第一次发现他出轨的时候 是在我们公司刚上市没多久 一开始我们都很高兴 直到我发现了他手机里有别的女人的照片 躺在床上 睡眼朦胧 风情万种 他当即删了照片说 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男人的保证和他的誓言一样不可信 我看到他揽着梦奇的腰出席画展 回来跟我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从那以后 日子过得就像张爱玲说的 华丽的袍 里面爬满了狮子 他开始规律地回家 规律地 出差 在家里我同他也是相对无言 他所谓的出差回来 会给我带一件礼物 看起来像以前一样 只是以前他会耐心地看我拆礼物 看我满心欢喜的样子 会搂住我轻声说些有趣的事情 说他是如何挑到这件礼物 现在只是在某个早上 我看到桌上的礼物盒 便知道他出差回来了 那是一份一看便知是助理挑的东西 想必在各大平台的女士 礼物单上都出现过 我曾经像个疯女人一样 同他吵过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砸了他的办公室 一桩桩 一件件地质问他 他只皱着没看我 西装整洁 衣冠楚楚 等我砸完东西 他把我拉到休息室的镜子前 让我看看自己 像什么样子 还看得出来这是谁吗 我同徐宏肚僵持得太久了 我累了 不想再跟他耗下去了 我失去的够多了 重新拿起手机 我给陈磊发了条消息 托你的事情可以开始了 需要什么全线跟我说 我会想办法 很快 陈磊给我回了消息 好 你注意身体 上次见你比以前瘦了很多 我有点发症 我确实瘦了很多 糟糕的婚姻向口深井 我再不跳出去 就要被淹没了 我得收拾心情 重新开始了 第二天 我便去了公司 我这两年 退居 幕后 除了偶尔有重大决议 需要出席会议 并没有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了 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一无所知 我法学出身 又做了那么多年财务 现在的法务总监 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 财务总监 也是我提携上来的 公司里的人对我尊敬有加 只有徐宏杜 我在他身后 站久了 他便开始觉得我一无是处 好像他的记忆会按照他的想法 进行修改 当年我与他一同打拼创业的时光 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奋斗 徐宏杜变成了个彻头彻尾 逐利的商人 刚愎自用 担了个董事长的名称 就觉得公司的成就全来自于他一个人 看不见身后一个庞大的团队 花重金请来的高管 李氏 那一个是吃白食的 我回应着同事们的招呼 去了法务部 法务总监看到我又惊又喜 锁上办公室的门 拉着我抱怨最近事情忙 压力大 苦不堪言 我开玩笑道 我也是前副董 你跟我抱怨这些 不太好吧 法务总监叹息一声 真希望你还是副董 多少把空点徐总 徐总这么其实不太好 我知道他想说徐宏杜急功近利 安慰地拍了拍他 走的时候 他有些犹豫地给我看了一些文件 让我别声张 自己定夺 到徐宏杜的办公室 没进门 我就听到他的秘书娇娇柔柔的声音 徐总 这样案会好一点吗 我推门进去 徐宏杜正靠在椅背上 秘书纤细地守在他的额头轻按 我心底倾巢 徐宏杜 你永远只能这样了 徐宏杜看到我无动于衷 倒是秘书放下手来解释 徐总头痛 这样按一下他会好一点 一有所指 我懒得意会其中含义 只让他先出去 秘书犹豫 看徐宏杜摆了摆手 才磨磨蹭蹭地出去 什么事 徐宏杜看都没看我一眼 没事我就不能来吗 我觉得好笑 且不说这也是我的公司 我还是他的妻子 跟你说的事情到底考虑好了没 别每次就是那父死样子 磨磨叽叽地 徐宏杜摔下手中的文件 不耐烦道 说话可真难听 我忍了忍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求我做事就这副态度吗 徐宏杜更恼怒了 什么叫求你办事 我不是说了规避风险而已 到时候出了事前 没了哭的是你 假离婚了 我们财产分开 这样我有什么事情 也波及不到你 徐宏杜真的把我当傻子来红 我闭了闭眼 我不跟你吵 你不是说为了保护我的财产吗 也行 我有件事情要做在前面 你不要插手 结束之后 我会通知你去办手续 徐宏杜变脸 那行 你尽快结束 需不需要我帮忙 月琳 你知道的 我不会害你的 不用你帮什么 只需要你 什么也不做就行 我先走了 我不想再看徐宏杜了 回去以后 我给李律师发了信息 申请财产保全吧 洗了澡换了衣服 我想起来 今天法务总监给我看的文件 思索了一会 给陈磊打电话 简单复述了一下 陈磊语气凝重 你确定吗 月琳 你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明白 徐宏杜跟一些小公司 签了大额的买卖 如果合理的话 法务总监不会欲言又止 结合徐宏杜最近力排众议 把一大笔业务交给了 一个刚成立没多久的公司 我大概也能猜到 陈磊约我明天见面详谈 我答应了 第二天天气很好 天边的霞光也很美 我走进咖啡厅的时候 陈磊已经在等我了 他还是跟大学时候一样 英俊帅气 这么多年过去 失业有成 更给他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 我走过去感慨 刚刚在门口一看 你风姿不减当年啊 陈磊笑笑 你也是 我更感慨了 谁想到老同学再见 我成了你历经沧桑的当事人了 陈磊目光 认真又带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月灵 我会一直帮你到底的 我点点头 与他说起了正事 如果我没有猜错 徐宏度应该再转移财产 甚至有更可怕的用意 我还没有证据 也不能确定 正跟陈磊讨论着 忽然一阵闪光 晃到眼睛 我扭头 孟琪得意洋洋地拿着手机 哎呀 这是谁呀 这么快就找下家了 聊得这么开心啊 我得发给阿杜看看 他老婆跟别的男人 轻轻我我呢 我简直被孟琪的无耻惊道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你活在清朝吗 男人女人一起 谈事情就是轻轻我我 你没上过班吗 你上班没遇见过男同事吗 可能有的人就是眼脏心脏 看谁都以为跟他一样 陈磊回击道 你说谁脏呢 孟琪恼怒 谁叫得厉害说 谁呗 不知道有的人怎么好意思的 一条野狗还跑到正主面前 瞎叫了 陈磊牙尖口力 你骂谁呢 你就和这个贱女人是一伙的 孟琪尖叫着要伸手打我 陈磊一把抓住她的手叫 经理把她轰了出去 我看着陈磊的操作目瞪口呆 陈磊轻坠一口咖啡 有时候对待没素质的人 不用那么有素质 适当发疯 有意健康 孟琪走后给我发了条短信 我点开来 见货 别以为你能得意多久 她不愧是徐红度的小情 修改记忆的无耻程度不相上下 单看这条短信 还以为她才是正主 我笑了笑回复她 原话送给你自己 回去慢慢等着吧 抬头陈磊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 带着惋惜和心疼 我愣了愣 转移话题 李律师应该开始了 其他的就按你说的进行吧 月灵 我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 如果我知道 我 陈磊 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现在是你的当事人 其他的就先别说好吗 如果你觉得我的身份会影响你办案的话 那我可以换别的律师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当年我跟徐红度在一起后 她消沉了很久 后来去了别的城市 我结婚的时候还送了一份重礼 我知道再次相遇是缘分 但我现在必须要把一些事情结束 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我希望陈磊能懂 我也不想再找新的律师磨合 毕竟陈磊的业务能力很优秀 不用换 陈磊 沉默了一会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你放心 我说过 会帮你到底的 我汗手 变故比我的计划来得更快 一大早醒来 李律师就给我打电话 问热搜上的事情是不是跟我有关 需不需要她来处理 孟奇 那个蠢女人 找死找上门来 她发了一天长文 说自己与男友真情相恋 却被男友的前任百般刁难 甚至失去了孩子 现在急剧消瘦 心情抑郁 不知前路如何 孟奇还细细说 自己与男友如何 情真一间 男友如何好 前任如何恶心 活脱脱把我写成了众人 厌恶的前女友 把自己和徐洪度的出轨 写成了真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徐洪度的钱给得很到位 孟奇对外界打造的形象 是热情火辣的美女画家 长文一发 网友立刻开始生讨起了 万恶的前女友 那些年该死不死的前女友 美女画家孟奇 孟奇说的前女友是谁 遇到男友前女友怎么办 诸多话题立刻登上热搜 一片骂声和心疼 到底是谁呀 这么对我们齐齐 我们齐齐人美心善 让前女友去死啊 不知道合格的前任 就该像死了一样吗 就是就是 做什么妖啊 都是前任了还不懂吗 想到我们齐齐 没了孩子 天哪 我不敢想一个女人 失去爱人的孩子 该多伤心啊 是啊 一个女人失去 心爱的孩子 该多伤心啊 我并不责怪 被当成枪使的网友 毕竟他们不了解全部 只凭着一腔热血 去冲锋陷阵 最可恶的 只有始作俑者 被利用的网友 还在持续的罢 很快就有人爆出 平凡和孟奇 现身画展的徐洪度 还接二连三地 爆出来几年前 我和徐洪度熟完手 出席酒会的照片 明晃晃地说 我是插足 徐洪度和孟奇的前任 一时间辱骂我的人 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给我 辟一罩诅咒的 孟奇真是心急呀 着急拉我下去好上位 什么下作法子 都能使出来 仗着我素来不爱 出现在大众视线里 就玩着一手 把我对她的 不懈当成畏惧 真以为我和她一样 是个靠男人的软弱女人 我让李律师发了声明 便给徐洪度打了个电话 打电话干什么 你上次说的事情办好了没 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徐洪度不带我开口就追问 他也太心急了 真的想假离婚为我规避风险 也得做做样子吧 这幅不耐烦的急躁样子 有一分为我好的模样吗 我再办了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不需要你帮忙 只需要你什么也别做 事情过后 我立刻和你办离婚手续 我冷声说完便挂了电话 李律师声明 撰写得很快 中午李律师的账号 便发布长文 一一回应 一 我的当事人将女士 于六年前 二 与徐洪度先生结婚 至今仍属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不存在插足梦琦 女士和徐先生的情况 三 梦女士于两年前 与徐先生 四 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以大大损害 将女士和徐先生的夫妻感情 三 梦女士所办画展 四 开设画廊的资金来源于徐先生 部分资金属 我方当事人 将女士和徐先生的夫妻 共同财产 现我方当事人 已经申请财产保全 将追回属于 我方将女士的财产份额 四 据悉 孟女士在不正当关系期间 并未怀孕 而我方当事人 于三个月前意外流产 我方对于孟女士 造谣传谣 并引导网报的行为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 未尽之事 为我方当事人加示 相关手续将陆续跟进 请广大网友保持理性 勿轻信 知言骗语 还放了一张长图 上面放着诸多证据 结婚证 我和徐宏度携手出席庆功酒会 徐宏度和孟琪 深夜出现在酒店的照片 徐宏度的资金去向流水单 法院的受理回职 医院出具的证明 声明一出 没有孟琪 长文中的刻意 煽情 没有一句废话 明明白白的记录 我和徐宏度从结婚 到他出轨 到他给孟琪办画展 到我流产 骂了一上午的网友 即刻熄火 继而掀起更大的怒火 愤怒的网友 发现被愚弄被当枪使 后只会更加愤怒 情势迅速扭转 话题立刻被声位热点 什么玩意 反转得也太快了吧 我就说不对劲 孟琪全凭一张嘴在那说 我尚无想说两句 不对劲立刻就被骂了 合着流产的是原配啊 孟琪这个小三 怎么有脸发到网上的 真服了 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吗 颠倒黑白的污蔑原配啊 我也挺服气 孟琪的脑子的 这种做法风险大 收益却也大 我如果真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 此刻肯定翻不了身 孟琪和徐洪度一样 把我的忍让当懦弱 这一次 孟琪费心打造的名声算是毁了 热辣风情的美女画家 变成了恶毒小三 任谁都接受不了 我没再管网上的风云变换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不急 孟琪 你从徐洪度那里拿去的名声 风光 钱财 我都会让你一一失去 到时候 你可以守着你得意的 徐洪度的爱 看看到底够不够你傍身 徐洪度很快找上门来 进门就把文件和卡往我脸上摔 你他妈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办的事情 你知道 你申请财产保全我的资金权被冻结了吗 你发什么疯 现在立刻撤回申请 马上把我的资产解冻 还有 你在网上发的那些声明 你知道多影响公司吗 为什么要发那些东西 只是个假离婚 办个手续而已 你搞这么多事出来干嘛 徐洪度当然不想让我申请财产保全 我一申请 他那些转移资产的把戏 很快就会被看出来 我躲开砸向我的文件 蹲下去慢慢地捡起来 你急什么 我说了让你什么也别做 你不是说为了规避风险 保护我的财产吗 你往孟琪那花的钱 也是我的钱 我把文件规整好地给他 孟琪自己在网上做那些妖 我不爽了 只好给他个教训看了 你不会生气吧 我只是把我的钱拿回来 你放心 我就图个解气 追回之后 我会马上和你办手续 只不过是现在换个方式 走几趟诉讼程序而已 你现在需要用钱的话 先用这张卡里的吧 别担心 李律师的动作很快的 我递给他一张我的附属卡 徐宏度偷偷转移资产 稀释我的股份 想跟我假离婚 一拍两散 还想让我签几份合同 乖乖去做替罪羊 可我不是任他拿捏的软柿子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 拍开我的手 摔门走了 真是连装都不装了 果然我的忍让我的包容 都被会当成理所应当 对方并不会理解 也不会回头 只会变本加厉 反而觉得我好欺负 曾几何时 我与徐宏度也无话不谈 是彼此为知己 后来名立场几个来回 我守着初心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爱人皮囊之下 已然换了模样 徐宏度的动作越来越快了 他的大部分资产被暂时冻结 只能在公司的事物上动手脚 我不可能坐以待毙 我同陈磊也加快了进度 很快 李律师那边的案子准备开庭了 我在庭审中见到孟奇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趾高气昂了 有些憔悴 看来最近被网络折磨得不轻 谁让他先颠倒黑白 想利用网友的呢 李律师代理我起诉了孟奇 主张徐宏度对孟奇的花费属于 我和他的夫妻共同财产 是无效赠予 要求追回这部分财产 不算不知道 徐宏度对孟奇可真大方啊 买他的画 帮他办的画廊 画展 给的付卡 从李律师调出的银行流水看 金额达到了上千万 我坐在原告席上冷眼看着孟奇找来的律师 试图在一众流水中辩驳哪一部分 使他正经报酬 颇为狼狈 孟奇则恶狠狠地看着我 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的样子 孟奇这几年当小三的时候 恨不得昭告天下徐宏度跟他好了 抛弃我这个糟糠之期了 如今那些招摇过世的照片 新闻都成了出轨的证据 案子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很快就结束了 孟奇的画廊被查封了 卡也被冻结 他从徐宏度那里拿到的钱 不久就会回到我的口袋 孟奇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我请李律师和陈磊一起吃了个饭 庆祝我出站告捷 饭桌上 陈磊很高兴地跟我说 查到关键证据了 李律师也问我 是要徐宏度起诉离婚 还是协议离婚 他们也都知晓我这个破破烂烂的婚姻状况 我也就没藏藏掩掩 直言看徐宏度的态度 饭后陈磊送我回去 走在路上 我问他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坏 他摇摇头说 是别人先对不起你的 不能逮着善良的人一直欺负吧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拍拍他的肩就回家了 陈磊在后面突然说 如果 我说如果 等这些事情都结束以后 你可不可以开心起来 接受一些新的生活和新的人 我听着他有些忐忑的声音 没回头 摆了摆手说 以后再看吧 我去找徐宏度的时候 徐宏度正在跟下属大发脾气 见我过来 下属立马哀求地看向我 我转头示意 他拿着文件快速溜走了 徐宏度靠坐在椅子上 冷笑 满意了 搞了孟琦这一把 现在舒坦了 我看他有些疲倦的样子 估计孟琦没少跟他闹腾 我坐下来轻描淡写 挺舒坦的 孟琦那孟琦 你这个没脑子的女人 徐宏度要真的多爱你 多在意你 不可能不给你找个厉害点的律师 我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起诉成功 你还要往徐宏度的大业后面排一排呢 满意的话 把我对我的财产保全撤回去 很麻烦 你又不缺钱 费心搞这一把干什么 徐宏度避开重点 我都要笑了 当初申请财产保全 孟琦本来就是个借口 徐宏度不是口口声声说 要保全我的资产吗 那我就全面保全咯 直接申请了诉钱财产保全 要全面理清徐宏度的各种资产 在明面上的 偷偷转移的 隐匿的 徐宏度肯定试图暗中阻止过 但谁让他为了哄骗我嫁离婚 拿了一个借口说要保全我的资产呢 按他的说法 我们假离婚了 资产分开了 他的债务就不用我来负担了 可他暗地里偷偷转移了大量的资产 到时候离婚息产 我根本分不到多少钱 假离婚 骗鬼去吧 只有真离婚 没有假离婚 官公面前耍大刀 在我面前玩这些法律手段 我就玩给他看一下 真要要回花给孟琪的那些钱 直接起诉就是了 没必要那么麻烦 有些程序 是针对徐宏度的 徐宏度做的比我更绝 他不仅转移了大部分资产 还偷偷伪造了好几笔债务 到时候真的离婚了 大部分资产被他悄悄转走 小部分财产 我们分一分 债务再作为我俩的共同债务 我又得把分到的钱拿出来去还债 徐宏度啊 徐宏度 我与你这多年 也真值得你拿这些手段对付我 我笑笑 反正证据也收集得差不多了 彻不彻都无所谓了 行啊 我跟李律师说一下 他点头 又拿出几份文件给我 你把这几份文件签一下 最近公司这个项目需要 我简单翻看一下 简直明目张胆 是几份担保合同 签了自我就得和徐宏度一起担责 为他的行为兜底 他跑了我作为担保人 都跑不掉 我不动声色地收起来 我知道了 我签完直接给法务那边就行 我们先去办手续吧 其实以前我也给他签过一些担保合同 但那时我与他还是恩爱夫妻 可没有准备 假离婚 提到手续他也不忙了 快速收拾了一下 就和我去民政局提交了离婚申请 我看着他直接拿出了离婚协议 不禁觉得好笑 真是迫不及待啊 徐宏度 谁摆脱谁还不一定呢 我与徐宏度登记了申请 只等冷静期过后 彻底离婚 这天陈磊找我谈一些不好查的证据 之前我拿出了徐宏度 让我签的几份担保合同 说可以从这几家公司入手 徐宏度如果想伪造债务坑我的钱 这是个办法 果然陈磊业务能力很强 不久就找到了端倪 我在陈磊律所前面的咖啡厅等她 还没等到陈磊 却等来了孟琪 失去了画廊 破败的名声让她风光不在 最近听说她的话 被扒出有抄袭西色成分 正在被网友声讨 孟琪站我面前就奸声道 又在这约你那情夫呢 说阿渡出轨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哈 我忘了 马上就不算出轨了 马上你跟阿渡就要离婚了 没人要的 见人就是没人要 你以为你要走那些 钱我就没钱了 阿渡不知道 又给了我多少钱呢 你以为让律师发了个声明 就能怎样了 阿渡说了 给我转运是很快的事 孟琪还在滔滔不绝 我看看时间 陈磊差不多该到了 便艳烦道 句句不离徐宏度 徐宏度要真的在乎你 我能那么顺利地告你吗 你知道别的原配拿到 那些银行流水多难吗 孟琪愣了愣 又骂道 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跟那个律师有一腿 他什么都帮你做 无知的人永远无知 他以为一个律师不走程序 没有依据 能那么轻易调取到那些证据吗 别得意太久 阿渡有的是办法弄你 那些钱还不是都在阿渡和我的口袋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孟琪放下话题包走了 正好陈磊过来了 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与我相识一眼 他说钱还是都在徐宏度和他的口袋 他是个没脑子的人 没什么看得着的好处 他不会说出这些话 我沉思了一番 对陈磊说 陈磊点头 决定从孟琪这边入手查一查 之前觉得孟琪只是个没头脑的小三 没想到徐宏度还在孟琪这里留了一手 陈磊很快从孟琪这里查到了一些东西 孟琪他父亲关联的几家公司 和我们公司有几笔业务往来 正是徐宏度力排众议的那几笔 孟琪父亲的账户 还收到过几次未署名的大额转账 据我所知 那几笔业务没什么获益 还吃了点亏 因此董事会才会对徐宏度有意见 离婚冷静期很快到了 我跟徐宏度领了离婚证 我拿到离婚证的时候 觉得身体里有些东西离开了 十年的光阴 从十九岁到二十九岁 我在这个男人身上从爱恋到失望 再到绝望 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 徐宏度仿佛只觉得目的达到 拿着正看也没看我一眼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走出民政局 看到陈磊在门口站着 我有些惊讶地走过去 你怎么在这里 他笑笑 等你啊 恭喜你 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我听懂了他的暗示 扬起笑脸 也笑得轻松 跳出一场煎熬的婚姻 我的人生确实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应该再过不久 警察就会找过去了 你提前做好准备 陈磊提醒我 我点了点头 确实没过多久 只短短两周 徐宏度就被警察带走调查了 是几个小股东联合起来 觉得徐宏度进来的决策很不对劲 有侵吞公司财产的嫌疑 跟我和陈磊怀疑的一样 徐宏度涉嫌职务侵占 多行不易避自闭 徐宏度被带走以后就没有能回来 正是立案后就被积压了 我和陈磊能摸到的线索 警察很快就查到了实打实的证据 徐宏度的律师多次想取保候审都没有成功 徐宏度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涉案金额巨大 而且有脱逃嫌疑 未来的量刑可能很高 警方不可能放他出去 孟奇作为共犯也被带走了 这个蠢货被带走的时候 还在叫喊着让徐宏度找人救他 可笑 徐宏度自顾不暇 还有空管你 公司的股票动荡很大 索性高管们力挽狂澜 很快推举了新的董事长 大家都不想自己供职的公司就这样倒掉 徐宏度的律师联系我说 徐宏度想见见我 我犹豫了一下 答应了 在会见室等徐宏度的时候 我走神感慨 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在这种地方相见 徐宏度见到我很焦急 隔着长桌他法碰到我 只把手远远地伸向我 老婆你帮帮我 先把我弄出去 我 我觉得可笑 打断他 你找的大律师都没有办法 我怎么弄你出去 那些钱 老婆那些钱 你先帮我垫上 帮我垫上就没事了 你先帮我垫上吧 老婆 她不断哀求 她侵占的金额很大 至今还不想吐出来 她如果愿意返还 态度好一点 也许情节就没那么重 但她舍不得那么多钱 还做梦想让我帮她补窟窿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垫上 我冷笑着质问 她终于发现我态度地转变了 但还是自己骗自己 老婆 我们当初说好了是假离婚啊 我们一开始假离婚是为了你好啊 你忘了吗 我们当初假离婚是想保全你的财产啊 我们没有真的离婚啊 老婆 她滔滔不绝 我真的被她这种精神打败了 什么时候都只剪着对自己有利地说 扭曲事实也不在乎 你现在叫我老婆叫得挺亲的 当初跟从这个女人床上 到那个女人床上 怎么没想起来我是你老婆 老婆 我知道错了 我保证 我保证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好不好 徐洪度开始病急乱投医 这种保证他以前说过的 可他全都忘了 你搂着那个小明星 醉生梦死的时候 怎么不想起来我是你老婆了 你跟梦琪翻云覆雨的时候 怎么不想起来我是你老婆了 我养了那么多年的狗去世了 你看一眼了吗 我那么难过的时候 你安慰我一句了吗 没有 你搂着热辣的女人不知多快活 你知道我为什么流产吗 因为你的精子质量不好 你关心我了吗 你只急着骗我假离婚呢 你把我当傻子哄骗的时候 你想转移我资产的时候 你让我给你担保 想让我给你当替罪羊 给你兜底的时候 怎么不想起来我是你老婆了 哦忘了说 担保合同我没签 你现在当然没办法拉我下水 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 徐洪度 我要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今天是不是坐在这里 求人的就是我了 你算计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今天吗 徐洪度全然愣住了 没想自己的算计 全被一桩装的摆到桌面上 还帮你垫上那些钱 你做梦呢吧 徐洪度 你走到今天 我可一件 事害你的事情都没做 倒是你 快把我算计个透彻了吧 我起身准备走 在他身边顿了顿 我唯一做过的一件事 就是给那几个小股东 发了匿名邮件 点了几句 那几笔业务的端倪 我能发现这些 还要感谢孟奇的多嘴 他听到后猛地站起来 伸手抓住我想打我 很快被看守制服了 他不停大骂道 你个贱人 你算计我 我走出看守所 想着他骂我的话 心里冷笑 真是舍不觉得自己有毒 人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算计他什么了呢 我只是保护了我自己而已 门外一阵风吹过 清清爽爽 像是要吹干净我身上的晦气 不远处陈磊在车上等我 我快步走过去 半年后 徐宏度和孟奇的案子 判下来了 徐宏度犯职务侵占罪 数额特别巨大 判了无期 并处罚金 孟奇作为共犯 判了九年 庭审的时候 我去旁听过一次 被告席上的徐宏度和孟奇 再没有了意气风发和趾高气昂 穿着简陋的球服 捶着头听检察官的宣读 孟奇啊孟奇 你现在终于可以稳稳地和徐宏度站在一起了 高兴吗 你的风光 你的名声 你的财富 都是水月净花 我没看完就走了 听到判决的消息的时候 我在店里看书 将手中的咖啡一饮而尽 所有的事情总算是有了个结果 徐宏度出事的时候 我拒绝了其他股东的邀请 没有在徐江集团继续供职 我开了一家店 书咖 两层楼 楼上是书店 楼下一边是花店 一边是咖啡店 可以买一杯咖啡到楼上看书 透过二楼的窗户 可以看见日落 我请的咖啡师和花艺师手艺都很好 这家店定位又文艺舒适 目前生意还不错 我也经常泡在店里 整理整理书 包包花 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今天天气比较好 生意还不错 傍晚的时候 我下楼跟花艺师一起商量 还需要进一些什么货 晚霞隔着玻璃照进花房 美不胜收 我正低头看花 有人在玻璃上敲了敲 我抬头望去 是陈磊 最近我答应给她一个机会 花艺师暧昧地冲我笑笑 去吧 享受你的约会优 说着往我上衣的口袋里 插了一朵白色山茶花 我笑笑拿着包出去了 走吧 我们去尝尝那家日料 好不好吃 陈磊顺了顺我的头发 壮丝无意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笑着英生 阳光 好的日子 晚霞总是很美 向前走吧 旧的生活总会结束 然后会有新的开始 新婚夜里 我被绑架 一向不信鬼神的京圈 太子爷 却跪在手术室门口 祈求他的白月光 可以平安生产 十几天里 绑匪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皆是无人接听 我被救出来后 记者问我 沈小姐 你对江少贵地 祈福这件事怎么看 那就祝他们 岁岁有今日 年年有今朝 新婚夜里 我被江七年的竞争对手 绑架了 醒来时 是在一个废旧仓库 我的身边站着一个脸上 带有刀疤的人 他的手上 还拿着刀 架在我的脖梗处 他跟我说 沈小姐 只要江少愿意 拿北城那块地皮来换你 我就放你离开 北城那块地皮被很多人觊觎 最后阴差阳错 落到了沈家手里 沈家人为了讨好江家 转手送给了江家 置换了一些资源 对他们来讲 那块地皮没什么大用处 可这时候 却能救我的命 绑匪将手机递给我 沈小姐 希望你可以识相一点 不要让我难做 我的手忍不住 发抖 拨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打了无数次 都是无人接听 那一瞬间 我心如死灰 他书弟笑了 沈小姐 你逗我 你觉得 我是三岁的孩童吗 绑匪以为是我为了拖延时间 拨了错误的电话 可那串数字我铭记于心 一个都没有错 没 没有 我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慌张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骗你 再给我点时间 接连拨过去 均是无人接听 到了后面 变成了已关机 那一瞬间 我彻底死了心 我知道 是江七年不想接我的电话 他一直觉得是我心机深沉 非要嫁到江家 向来是不喜欢我的 甚至是厌恶我 绑匪抓住我 将我绑起来 用竹签挑了我的手指甲 食指连心 藤毅渐渐涌上来 让我几乎没了意识 从三岁那年 妈妈去世后 我被所有人抛弃 外祖家觉得我是个克星 是我克死了我的母亲 不许我踏进他们家一步 继母也不惜我 把我关在地下室 让我不知道白天黑夜 有时候甚至连饭都能忘记送 十八岁 他们让我和江家联姻 把我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他们家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在意我 即便是死了 或许也没人知道 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被关在这里 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将我吊起来 沉入桶中 我只感觉自己快要窒息而亡 而后 他又将鞭子打在我的身上 疼得我喘不上气 他逼迫我联系江齐年 即便是我无数次求饶 他也不曾停手 可这些天理 不论怎么给江齐年打电话 他都是关机状态 绑匪将折磨我的照片 发到他的邮箱 他也依旧无动于衷 沈小姐对于江少来说 就那么不重要吗 绑匪的质疑升起 我睁开眼 轻轻笑了笑 说道 是啊 既然如此 那只能劳烦沈小姐 给我陪葬了 我闭上眼 安然等着我的结果 可我还不等感觉到疼意 就听见破门声 绑匪将刀架 在我的脖子上 不过一瞬 他就被击毙 他死了 指挥他来绑我的人是谁 无从得知 我想要追究 想要警察可以继续查下去 江家仁和沈家仁轮番上阵 他们劝我 让我一个字都不要说 因为豪门世家 经不起半分议论和丑闻 听到他们的话 我滴滴笑出了声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心脏就像是被一双手抓住 窒息地喘不上气 江夫人看我如此 低声说道 阿苑 你先好好休息 等晚上妈再来看你 她的声音淡然 温柔 可若不是她让我出门 找江齐年 或许我根本不会被绑架 他们鱼贯而入 又鱼贯而出 此刻电视机上 舒然出现江齐年的身影 她跪在手术室面前 双手合十 像是在为谁祈求什么 而时间是我被绑架的那一天 此刻 我只能听见脑子里的嗡嗡声 所有人都在说 江齐年的初恋 就住在这个医院 当时他们就目睹一切 所有人都在议论 江齐年痴情 为了初恋 做尽一切 就算是把命给他 他都不会眨一下眼 可身为他的妻子 我被绑架之后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鬼使神差的 我坐上通往顶楼的电梯 刚出电梯 我就看见江齐年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他轻声细语 哄着怀里的孩子 像是对待一个珍宝 直到 承暖西缓缓走上前 江齐年低声说 怎么出来了 身体还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他们站在一起 郎才女貌 仿佛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如若这人不是我的丈夫 恐怕我会说一句般配 我缓缓上前 站在他们的面前 江齐年看到我 眉头紧簇 将孩子地道成暖西手里 伸手拉住我的腕子 将我拽到楼梯间 我没忍住疼 眼泪一瞬间从眼角滑落 他却怒斥我 沈渊 你又在闹什么 这一瞬 我的心像是有无数根针扎 密密麻麻地疼 片刻后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问他 江齐年 你为什么把手机关机了 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烦都烦死了 他的语气里满是不耐 可对我来说 却像是一把脆了毒的剑 狠狠刺在我的心上 我垂眸笑出了声 嘲讽之意 无限蔓延 直到 他看见我被纱布包裹的手 才发现我受了伤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 低声问我 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对上他的眸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被你的仇家找上门 挑了十根手指的指甲 险些就死在那了 他就站在这 眸子里满是震惊之色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不过都不重要了 我低声说道 我从他的身侧路过 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却听见成暖息对他说 孩子一直闹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此刻脚上像是有无数根针 扎在上面 很疼 很疼 眼泪将我的眼睛模糊 险些跌下楼梯 将其年再也不是儿时那样 他再也不会再像十二岁那年 在地下室撞见我时 拥着我 跟我说 阿苑 你别怕 我这就带你走 也不会在别人欺凌我时 站出来 对他们说 你们感动阿苑一下 试试 那时的他对我来说 像是一个盖世英雄 我对于他而言 或许早已成为一个累赘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 他的正常生活 我垂下眸 笑了一笑 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在这一瞬间 我书弟想明白了 一切我所纠结的 全都不会有结果 看着踏进门的身影 我将眸子 闭上 他坐在椅子上 问我 疼不疼 将其年 我不疼 我如此说道 我们离婚吧 这一刻我无比平静 情绪上丝毫没有起伏 将其年不作声 将苹果 递到我嘴边 我睁开眼 对上他那双漆黑的 毛子 你如果那么 爱成暖息 就不应该和我结婚 阿怨 我欠他的 我不能不管他 听闻这句话 我的笑声一出来 嘲讽之意 无限蔓延 眼眶里的泪 从眼角滑落 在这一瞬 我的心没有任何知觉 只有麻木 将其年 你出去吧 我不想看见你 好 他低声应道 将削好的苹果 放在盘子上 你好好休息 我过后再来看你 听到关门声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些年里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 不要重蹈我母亲的路 和将其年联姻 并不是一条好归宿 可事实是 我的面前没有路 只有这么一条 我想过逃离 却被抓回来 关了起来 将我的电子设备 全都拿走 直到结婚那一天 才将我放出来 江其年 如果想拿到 江家的财产 他必须和我结婚 他没得选 我也没得选 我们都是被操纵的傀儡 结婚前一天 我还在想 我是喜欢江其年的 只要他好好 跟我过日子 即便是他不爱我 我们也能相敬如宾的 过一辈子 到时候他做饭 我叫花 再生一个小娃娃 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可那终究只是幻想 我去药房里拿药 撞见出院的 承暖西 将其年的 手里提着孩子 还体贴地 叮嘱承暖西 慢一点 那双毛子里的柔情 简直是要溢出来 可我在这儿的 几天里 他除了偶尔 给我送一顿饭 其他时间 都在伺候 承暖西 我垂下眸 笑了一声 从窗口取了药 回去的时候 与承暖西擦肩 他书弟站住 回过头来 试探地喊了一声 阿苑 我脚步一僵 整理好面上的情绪 才回头看他 我是应该喊你成小姐 还是喊你成太太 在我问出 这句话的一瞬 他便已红了眸 阿苑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能不能 能啊 我轻笑着打断他的话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包括江齐年 好不好 我往前两步 对上他的毛子 执拗地 等着他的一个回答 还不等我继续说下去 他的眼角 滑下两行泪 很是可怜 可我更可怜 我的丈夫整日 守在他的身边 对他一步步离 却对我视而不见 见他如此 我轻笑着问道 怎么了 承暖兮 我全都送你 你怎么还哭了 书弟 江齐年握住我的腕子 将我拉到身后 低声 怒斥道 够了 审愿 即便他知道 我手上有伤 依旧要为他出气 周围满是人 我也不愿意当个笑话 让人围观 我抬头看着江齐年 痴痴笑出声 继而低头看了一眼 他手里提着的孩子 望向成暖息 孩子很好看 就是长得不像江齐年 他对你这么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你俩的孩子 我的声音不低 周围人都窃窃私语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自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病房里 有些媒体闻声而动 堵在了我的病房门口 外人的嘈杂声 皆传入我的耳里 将家来人处理 想将他们打发了 我将门拉开 进来吧 他们鱼挂而入 我低头看了一眼包扎的手 浅浅笑了笑 就不招呼你们了 不过一瞬 听见有人问我 沈小姐 你对江少贵的 为陈太太祈福的事情 怎么看 祝他们早日成婚 许是我语出惊人 病房里陷入寂静 所有人都知道 我与江七年刚结婚 成暖西也有丈夫 不过是想给我难堪罢了 继而 我又补充道 这么爱的话 那就祝他们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今朝 出院那天 我回了新房 门上 电梯里都还贴着喜字 可我看见这个字样 只觉得可笑 急了 一对没有爱的新人 即便是被很多人祝福 也依旧感觉不到喜庆 我打算离婚 可沈家和江家人 轮番上阵劝我 让我得过且过 离婚对于两家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父亲还恐吓我 如果让我祖父 知道了这件事 少不了一顿家法 好在段时间里 江七年没有回来 不用应付江七年 我也乐得自在 闲来的时候 煮一杯咖啡 小口瞎着 综艺看到好笑的地方 笑出声来 只是一瞬 我听了开门声 扭头间看见了江七年 还不等我回过头来 就看见他进了门 走到我面前 阿苑 我给你带了甜点 他献饱 试得将蛋糕 放在我面前 巧克力 蛋糕 是我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 我住在江家的时候 江爷爷 会让阿姨特意 买给我吃 可这一次 入口皆是苦意 一点也不甜 我和尚 丢进垃圾桶里 不爱吃了 说着 我转身就要回房间 不过虚余 我就听见江七年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阿苑 我答应了爷爷娶你 就会好好对你 江七年将蛋糕盒子收起来 我以后 不会再去建成暖息了 他垂着眸 自顾将东西收起来 也将我点的外卖一同收起 丢进垃圾桶 又从冰箱里拿出几样食材 进了厨房 这些年里 我已经很久不见他下过厨 小时候家里管的盐 不让他吃那些素食 他便等夜里大人都睡了 偷偷大半夜下楼主 那一次我碰巧撞见 正要开口说话 他跑上来 捂住我的嘴 虚 等熟了分你一半 我冲着他一笑 硬道 好 那时 他不过才十八岁 对我极好 想来 那时的感情 也只是亲情 江家和沈家 是世交 来往多 加上 我在江家住过一阵子 他自小看着我长大 对我 应当是没有什么 爱情可言 而那时的我 心里早已种下了一颗种子 慢慢地发出了芽 我心里总想着 要和江齐年考同一所大学 要跟在他的身后 一直一直和他在一起 做他的小尾巴 可惜 现实总是不如人意的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永远也改变不了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江齐年 未讨我高兴 晚上按时回家 早晨去上班的时候 桌面上也已经做好了早餐 还让人给送了一堆奢侈品 看见人搬进来的时候 我心里只觉得好笑 而我也与他相敬如宾 在外人面前 装得很恩爱 实则在家里 一句话也不说 夜里也不在一间房里睡 但谁都没有再提过离婚 在我生日的时候 江齐年为我搞了一场生日宴 他陪我入场 做足了面子 人人都艳羡我 说我好福气 听着底下的话 我偏头看向江齐年 时钟转到十一点 江齐年的手机突然响起 我听见了 电话那头是陈暖西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说 年 孩子发烧了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好害怕 这句话 一字不差地落到我的耳里 江齐年看向我 那双眸里皆是犹豫 可这犹豫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尖刀 狠狠刺向我 我知道 他想去 我抬头看向他 江齐年 你说过不会再去建成暖西了 他将我拥入怀里 用只能我们两个人听见的声音说 阿怨 孩子生病了 我送他们去医院 马上回来陪你切蛋糕 在这一刻 他没有半刻的犹豫 让阿姨帮他拿过外套 他穿上 镜子下了台 又一次抛下了我 我拉住他的衣袖 抬头看向他 江齐年 那不是你的孩子 他低头看着我 我也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的眸 可我看出他在闪躲 他说 阿怨 不要无理取闹 听到这句话 我垂下 谋笑了一笑 松开拽着他袖子的手 低声说道 江齐年 今天你只要去了 我们就离婚 我往后退了一步 原本我以为是能吓唬住他的 可他依旧静止地离开 不带半分犹豫 在这一刻 我成了全场的笑话 分明 这是我的生日宴 可我的丈夫 却为了别人 在一次抛下我 切蛋糕的时候 江齐年没有回来 周围人全在议论 他们说 这只是作秀 还有人说 江齐年从来就不爱我 娶我不过是迫于江老爷子 他们说的都没错 我从厅里拿了衣服 转身就想离开江家 江爷爷坐在轮椅上 仰头看着我说 阿怨啊 爷爷就不强留你了 但是以后你要常来看爷爷 好 一定会的 从江家出去时 下起小雨 落在我的身上 我却感觉不到任何冷意 一步一步往前走 脚下传来钻心的疼 我忍着这疼 走了十公里 一步一步走回来 脚上磨出了泡 虽疼却不致命 这一夜 我一宿没睡 因为前一天将 七年说 会给我煮长寿面 可等到清晨 他还是没有回来 在这一刻 我心底的那一丝期待 彻底落空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了几分 又去卧室收拾行李 我和江七年的婚姻 到此结束了 临走时 撞见回来的江七年 他正正地看着我 那双眸子里带着探究 我只看了他一眼 想从他的身侧路过 却被他一手抓住手里的行李箱 你要去呢 江七年 我们离婚吧 我轻声说道 阿悦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的话还没讲完 就被我打断 江七年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爱我 就不该和我结婚 其实我和你结婚 也不是自愿的 但我反抗不了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对彼此来说都是枷锁 推开他的手 自顾按了电梯 进电梯的时候 他死死盯着我 那双眸子通红 不舍要从眸中一出 看起来真是可笑至极 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自小在这座城里出生 长大的我 始终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索性就近找了个酒店 落下脚 这些天里 我找律师拟了离婚协议 给江七年寄了过去 江七年给我发消息说 沈渊 别闹了 我们不能离婚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去建城暖息了 可我不信了 这些承诺 在他的嘴里 就像批发的一样 不值钱 他不来找我 我便去找他 去公司找江七年的时候 秘书跟我说 他去会场了 他只会布置会场 干净利索地处理手下的事情 这样的江七年 我从来没见过 只是这样的他 也从没有属于过我 隔着人群 我与他遥遥相望 看见我的那一瞬 他的面上一喜 远远朝着我走来 他和五年前 并没有什么不同 什么都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阿院 去会议时 我意不意去跟在他身后 在他关上门的那一瞬 轻声说道 江七年 我来给你送离婚协议 从包里掏出来 递到他的手上 见他桌上没有笔 又从包里 翻出钢笔递给他 他看见钢笔的那一瞬 瞳孔一缩 颤颤巍巍地从我手中接过 低头对上我的眸 问 阿院 非要这样吗 见他如此 我轻笑了一声 说道 江七年 我不是垃圾 我的感情也不是 当年 我兼职赚到第一笔钱 送给他一支钢笔 他因为盛暖西 一句喜欢 转送给了他 而他将那支笔 丢进了垃圾桶里 恰好 我去丢垃圾的时候 在垃圾桶旁边看到 又捡了起来 自从我满了十八岁 和他订婚后 他从没正眼看过我 把所有的不满 全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阿院 我怎么会把你 他的话不曾说完 就被我截下 可你得承认 你不在乎我 因为你连接我的电话 都嫌烦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红了毛子 我不知道你爱的是谁 但我知道 你不爱我 不想和我离 无非是没有办法 和家里长辈交代 可看到我如此坚决 他翻开离婚协议 在签名处签上他的名字 将字他写得有些歪了 我在抬头看他 他的毛子微红 像是有不舍 看他这样子 我还是没忍住 笑了一声 随即将协议 输收进包里 看向他 离婚那天 你来酒店接我吧 好 他应道 江其年来接我那一天 纷纷嚷嚷 酒店门口有很多记者 他们都想要搞到 第一手的料 毕竟豪门的丑闻 大家都想要看到 我直接坐电梯 去了地下停车场 上了江其年的车 路上他再一次问我 这婚是非离不可吗 是啊 非离不可 我回应道 他肩默不言 却轻叹了一口气 似乎是在为这段婚姻 感到惋惜 这一天 就像我救他那一天一样 空中洋洋洒洒下起大雪 这些年我嫌北城下得雪小 而今天的这一场雪 一点也不寒碜了 可他从来都不相信 是我将棉衣裹在他身上 更不信 是我救了他 高中毕业后 我们将毕业聚会 定在了郊区的山上 晚上我继母没有派车来接我 同学将我烧下山 我想一个人打车离开 却不成想 这一段路疯了 只能走过去 有辆车开得极快 从我的眼前刷的一下路过 还来不及细想 为什么这里疯了 还能有车进来 就看见了一个血淋淋的人 躺在雪地里 血从他的身下缓缓溢出 车子早已肇事逃逸 等我看清 才知道那是江崎年 我将棉衣脱下来 裹在他的身上 打了120 救护车需要绕路 才能进来 即便是我一声又一声地 喊江崎年的名字 他也依旧掩掩一息 快要没了呼吸 我急得眼泪直流 跟他说 江崎年 你别怕 我去路上拦车 你等着我好不好 可我回去时 江崎年已经消失在了雪地里 我穿着单衣 找了好半天 都找不见人影 直到远远地看见同学 路亭申 他伸手将我拉起来 问我 阿苑 穿得这么少 冷不冷 我急得在原地打转 眼眶里含着泪 望向路亭申 你看见江崎年了吗 他刚才还在那呢 见他站在原地不动 我抓住他的胳膊 你帮我找找他好不好 回家了 阿苑 路亭申没有将我送回沈家 而是将我带到他的出租屋里 我发了一场高烧 昏昏沉沉的 怎么也醒不过来 梦里有我 有江崎年 好多天 我只能听见声音 却怎么都睁不开眼睛 后来我才听说 有人救了江崎年 可我问了很多遍 他们都说 那个人是陈暖西 我跟所有人解释 那个人是我 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在说笑 天之地之 还有我知道 其他人都不信我 就算是我 无数次跟江崎年说 他都跟我说 阿苑 别闹了 离婚证上盖了章 为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 我望向江崎年 刚想说话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路亭申 他从我的身边走过 一拳打在了江崎年的脸上 江崎年 那年阿苑为了救你 差点在马路上冻死 路亭申的声音像是一把利刃 狠狠穿透我的心脏 疼得我喘不过气 江崎年望向我 又望向路亭申 摇摇头 不可能 我睁开眼的第一时间 看到的是暖暖 是阿苑打了120 也是他将自己的棉衣 裹在你身上 当时他反反复复发烧 烧了好几天 我垂眸 却见江崎年走到我面前 他问我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假的呀 我勾唇 笑着说道 江崎年 你只要信你自己就好 路亭申上前一步 似乎又要动手 我挡在他的身前 江崎年 如果以后 你合成暖息在一起 那我祝你们相伴到老 江崎年站在原地不动 我伸手拉了拉路亭申的衣袖 率先上了车 坐在副驾时 看着江崎年越来越远 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这一刻 我感觉我的手好疼啊 真的好疼啊 路亭申偏头看向我 低声问道 疼吗 路亭申 我的手好疼啊 真的好疼 路亭申将车停在路边 把我拥进怀里 他就一直等着我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一句也没说 这些天紧绷的情绪煞食 放松 心底的防线一下子就崩了 路亭申抵在我的肩上 低声说道 阿远 别怕 我在这 就像那次的血液一样 他的声音就像是安定计 让我彻底地安静下来 包里的手机嗡嗡作响 路亭申从我的身侧拿过来 将手机递到我的手里 那头是我父亲暴躁的声音 沈远 抓紧给我滚回来 要不然别怪我找人绑你回来 我知道 新闻已经铺天盖地地传播 家里也已经知道了 我和路亭申一路无言 他将我送回沈家 在门口 他执拗得不开锁 目光里带着担忧的神色 别担心 不会有什么事 我低声说道 他垂下眸 看向车窗外面 低声说道 我就在门外等着你 如果有事 记得喊我 好 我应道 我冲他笑了笑 拎着包 下了车 推开门的瞬间 我看见了这么多年没见过的人 有我外 祖父一家 也有我爷爷一家 现如今 他们聚在一起 是因为我的婚事 真是可笑 至极 沈愿 跪下 一进门 就听见我祖父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一同看向我 我继母于我所谓的妹妹 也在看好戏 我抬头看向祖父 问道 为什么要跪 你私自毁婚是位不忠 不顾家族是位不孝 你说 你该不该跪 那你们这些人 有谁在意过我 我书弟提高了声调 有谁在意过我母亲呢 我被人绑走 你们闲丢人非要压下来 我母亲因为她出轨 死在了浴室里 你们当时说什么 场内寂静 没有人接我的话 我垂下眸 继续说道 你们说 这是她的命 你们说是她伤了身 生不出儿子 我父亲才出轨的 你们还说 因为我不是男孩 所以是一个克星 就连外 祖父你也说 这样的家庭 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才能过得下去 回忆一分 一分涌上来 那年 我母亲割了腕 将浴缸里的水染得通红 将她身上那件 白色T恤染得通红 三岁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只想找东西 快点给她止住血 可偏偏 我看着她的生命 一分一分抽离 什么都做不了 我哭着从楼上 跑到楼下 却什么人都没找到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 家里的庸人都放假了 我父亲嫌我母亲管得多 不肯回来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拽着我的手 跟我说 沈院长大后 一定要离开沈家 长大之后 我逃离了多少次 就被抓回来多少次 所有人都跟我说 我们这样的人家 是没有办法自由地选择 婚姻也好 工作也罢 都是家里人 给安排好的 只能认命 我环顾四周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们都是杀人犯 我母亲的死 你们都有责任 还不等我将话说完 就被我父亲一脚踢在腿窝 跪在地面上 我被人摁住 即便是挣扎 也起不来 鞭子一下又一下 抽在我的身上 疼痛一分一分地传来 笑声一出 讽刺之一极浓 我寂寐脸上 含着淡笑 一副我活该的模样 我看向他 说道 沈念 有我的今天 就有你的明天 你笑的是我 也是你自己 我们这样的人家 每个人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向来如此 声音在听内回荡 在那一瞬 我看见了陆婷申 他站在我的面前 脱下棉衣 将我裹住 我将手搭在他的腕子上 缓缓站起来 对周围的人说 祖父集团不是我沈愿败掉的 跟我更没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从今往后 我不想再和沈家有一分的关系 这些年里 沈氏集团在我父亲手里 败了大半 所以他们要拿我去讨好江家 好让江家能给沈家一些资源 可一边利用我 一边又说我是个外人 其实归根结底 他们这些年 没拿我当个人 只是当个物件 还不等走出去 就被人拦住 陆婷申将我抱起来 环顾四周 沈爷爷 别闹得那么难看 只看见我祖父 抬了抬手 让人将我放走 在踏出沈家门的那一刻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自此 我与沈家 在吴瓜阁 一路上 陆婷申没与我讲话 将我带到他的公寓里 让人给我处理了伤口 而今他已是北城新贵 人人都要拉拢 他早已不是还需要人资助 帮衬的陆婷申了 我就在客厅休息 你需要什么就喊我 看着他的背影 我闭上眼 在这一刻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清晰起来 当年我妈并非什么都没留下 她留了一个慈善机构 将资助人陆婷申带到我的身边 我妈跟她说 让她一定要陪着我 到十八岁 到时候就送她去国外读书 十八岁那年 我和江齐年订了婚 陆婷申远赴国外 我她拉着拖鞋走到外面 低头看向陆婷申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去年回来的 她抬头看我 你是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 你去了民政局 见我点头 她又自顾回答道 碰巧撞见了 她站起身去厨房里 给我倒了杯水 递到我手上 轻声说道 对不起啊 我回来晚了 我摇头 没有 这是我的命 陆婷申还是和几年前一样 不爱说话 在她家里的几天里 她除了处理工作 就是照顾我 给我找了几部经典的影片 陪着我看 我俩各自尴尬的事情 她什么都不问 我也什么都不说 伤好些后 我就去外面找了房子 准备搬出去 走时 我看见了 江齐年 她在陆婷申楼下等我 看见我下楼 远远迎上来 我帮你 不用了 我应道 陆婷申看了她一眼 接过我的行李箱 在我耳边说道 我去车上等你 推开江齐年的手 本想从她身侧路过 就听见她说 阿怨 我不知道 沈家的事情 听见身后的声音 我脚步一将 回头看她 轻声说道 就算你知道 又能改变什么 带你走 她下意识说道 可我听到这句话 滴滴笑出声来 反问道 江齐年 你到底能不能分清楚 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激 她口口声声说 是她亏欠成暖息的 所以才对她那么好 其实不过是一难评 她畅想过 与她的未来 却被家里塞了我 心里自然 难受得紧 可她也因为是 承暖息救过她 才爱上了她 所以啊 她爱的始终是她自己 不是别人 我抬头对上她的毛子 低声说道 江齐年 你还是先分清 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激吧 不等她讲话 我自顾向前 却被她拉住腕子 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回头看她 见她红了眼 垂眸倾笑了一声 说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喜欢过你 也只是喜欢过 推开她的手 自顾上了车 在后视镜里 看着她的影子消失 陆婷深看了我一眼 笑意在眼底见深 我问她 你笑什么 她说 阿苑 别回头 回头的路是尽头 但是往前走是未来 没有沈家的制衡 会越来越好 和沈家决裂以后 江齐年给我打了一笔钱 我收了 这钱是我该得的 毕竟我在江家这一年 经历这么多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江家又重新查起 江齐年被车撞 和我被绑的事情 结果查到了 成暖西身上 是成家派人 去撞了江齐年 又让成暖西去救 成家人知道 没有什么证据 江家就爱惜是宁人 怕传出丑闻来 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 当年 江叔叔为了感激成暖西 给了成家一些资源 却唯独江齐年 和成暖西的婚事 怎么也不同意 迫于无奈 成家又攀上了成家 把成暖西 嫁给了成家的小儿子 沉默 沉默自小残疾 脾气不好 爱动手 经常摔东西 也会动手打成暖西 江齐年因为成暖西救过他 对他百般怜惜 帮着他离婚 陪着他生产 也是成家 想要那块地皮 所以派人绑了我 成暖西更想杀了我 因为他始终认为 我是横在他和江齐年之间的鸿沟 在江齐年知道这些后 断了给成暖西的帮助 百般打压成家 最终 成家当家人入狱 成市集团也已破产告终 看到陆婷生浏览这些八卦 我滴滴笑出声 合上手里的书 指了指他桌上的文件 陆总 现在怎么这么爱看笑话了 沈渊 如果江爷爷让你回去 你还会 还不等他说完 我就笑着打断他的话 江爷爷不会让我回去 他从来都不会强迫任何人 他将我拥住 将下巴抵在我的头上 轻声说道 我们结婚吧 还不等我拒绝 就听见他说 我带你离开北城 这两年里 陆婷生帮我处理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试着交往 可我始终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 让他丢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事业 与我在一起 于他而言不值得 陆婷生 我不希望你为我丢掉的一切 是横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我从他的怀里出来 站起身 低头看着他 其实我们这样也挺好的 陆婷生站起身拥住我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年过年 我去江家拜年 江叔叔说 江爷爷在书房等着我 见我推门进去 他让在一旁研磨的江齐年出去 我坐在他的对面 他跟我说 阿燕啊 是爷爷对不住你 没有 是我的错 我垂下头 轻声说道 是我一直不能脱离沈家 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但江爷爷您对我的好 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当年 我被江齐年从地下室抱出来 带到了江家 江爷爷跟我说 阿燕啊 江家就是你的家 想在这里住多久 就住多久 我在这里 一住就是一年 直到沈家来人接我回去 如果不是江爷爷为我撑腰 殊不知 我要受多少戳磨 临走时 我看见江齐年站在门外 他直勾勾看着我 跟我说 阿燕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 话不曾说完 就被我打断 江齐年我挺愿你的 并且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希望你此生 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露婷身见我穿得少 迎上来 将我拉进他的怀里 这一年 我们看了烟花 离开了北城 他说 我不回 后来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看过万千世界 在一个没人认识 我们的地方 开了一家小酒吧 一步一步往前走 此生绝不回头 江家也好 沈家也罢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沈愿 也只是万千众生里的其中一人 我和露婷身 一年又一年 在山上看了很多烟花 那一瞬 便是一世 我们岁岁年年 家又一年 我 sits God 何俩 是